女子孔招毀瓏 女子孔招毀瓏 清北市一名女子在板橋這家火鍋店用餐時 這位店員因為沒注意到爐火還沒熄滅 就加入酒精膏 一陣大火突然冒出 燒了這名女子不斷打滾哀嚎 造成女子的臉部、雙手及腿部 都有嚴重燒燙傷 孔招毀瓏 店家解釋 闖禍的店員才來不到一個月 網友認為 店家教育不周應該由店家負責 但也有人說客人也應該多提醒注意 不論何用火還是小心微妙 動新聞新北報導